首先水下鍋煮,水滾後將泡軟的米粉放入鍋裡煮,米粉煮至熟後撈起瀝乾水分備用,接著將絲和蔥段下鍋。 還有酸菜一份下鍋翻炒至香味,然後小魚乾下鍋稍微翻炒。 接著加入1000毫升的水。 然後蓋上鍋蓋小火燜煮20-30分鐘。 接著油下鍋熱。 油熱後將土珀魚塊放入鍋裡覆炸。 炸好後起鍋瀝乾油,然後備用。 接著20分鐘後打開鍋蓋。 然後把小魚乾挑起來。 接著將切片的番茄和適量的蔥花放入鍋裡。 還有適量的蔬菜放入鍋裡煮。 然後放入一顆雞湯塊和撒上適量的胡椒粉。 接著再加入100毫升的蛋奶然後攪拌均勻。 然後蓋上鍋蓋燜煮1-2分鐘。 2分鐘後打開鍋蓋然後熄火。 接著將適量煮好的米粉放入碗中。 然後淋上適量煮好的湯汁。 還有放上剛才炸好的土珀魚塊。 然後就可以享用了。 然後就可以享用了。 然後就等下一個小火。 那就可以了。 我們現在就等下一個小火。 然後就可以享用了。